我可以坐到你旁邊嗎 可以 謝謝 我想問一段 你第一段婚約什麼年齡 21歲 為什麼21歲就結婚了呢 可能是我早戀吧 第一個對象是怎麼認識的呢 跟你是同學 他大我六年 大我六年 然後那個我讀書的時候 然後認識他的 誰追求的誰啊 那是他追求的我 他追求的你 追求了你幾年 讀中專二年級的時候認識他的 中專讀三年 然後畢業了之後結婚的 但是結婚兩年就結束了 是啊 主要的問題出在哪兒 我倆封屬是因為 我後來又讀大學去了 然後他媽媽當時也有不同意 說女人不能讀太多的書 然後就小孩子不管 然後我讓媽媽管小孩 然後逐漸大家都走開 然後我天天在學校就住校了 就這樣分開了 最後誰替的分手啊 我們兩個人 其實分手是過了很久以後 我又讀完大學 又閉了業 又參加了工作之後 我們兩個人一直沒有在一起生活 但是沒有辦證 沒有辦證 就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過了很久很長的生活 對 然後這個大概有多長時間 有可能是七八年以後 七八年 那那會兒你應該二十八九歲了 是啊 是吧 那時候分居狀態 對 女士我想插一個問題 這幾段感情當中 都和今天這個模式會類似嗎 是都是你在 晚留不斷地去爭取一個男人嗎 沒有 第一段那個男的 會有脾氣 會會砸東西 我害怕 然後分開了 但是這位男士 是絕對不會這樣的 對嗎 是的 他不會跟你發脾氣 對 不會跟你大吵大嚷 是 而且還給了你幾年 讓你覺得很幸福的婚姻 嗯 所以讓你覺得 這是人生不二的選擇 可能是 哇 你為什麼不能談一張 這個輕輕鬆鬆的愛情 當時離婚可能是怕別人知道 所以沒敢告訴任何人離婚 就第一段婚姻 第二段也不敢告訴人說 自己那種狀態生活 我一種是比較密密的 是的 不敢告訴別人是在這樣的現象發生之後 嗯 現在安妮老師想知道 你當時為什麼會走進這樣的一種狀態當中 你想過嗎 沒有 謝謝你們提醒 這位女士啊 嗯 我只是想 讓你感受一下你當下的狀態 你現在在敘述過去那一段戀情的時候 好像你敘述得很平靜啊 你好像在講述別人的故事一樣 嗯 我希望你們幫我分析一下 我其實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會經歷這些東西 我在揣摩 她一直在尋覓她想要的一種男人 劉老師 我和你的想法呀 對她的這種看法還真不一樣 不一樣 就是從她給這個男人婚內那種沒有規則的借款 到離婚之後 又是這種沒有規則的亂給那個男人借款 我就發現她自己設置的底線 比如婚姻的底線 戀愛的底線 還有這種財務底線是非常低的 甚至是沒有底線的 她沒有設置這基本的底線 所以她陷入了這種 突破我們常人理解的底線的 這種情感究格裡面 從這位女士的穿著 言行來判斷 她其實真的給我的感覺很像一個少女 可以說她對感情的判斷 對家庭婚姻的判斷 以及跟安妮老師說的 對於這種底線的這種判斷 我認為她和她的年齡是有很大差距的 就像一個少女在做事情 我有愛情就可以了 我不在意她有沒有家庭 至少在愛的那個初始階段 後面也是一樣的 只不過這一次一次一次到了最後 她修成了正果她結婚了 這才飛蛾撲火 這個男人我終於得到了 我終於可以得到我想要的這個感情和家庭了 我就不顧一切地把錢都借給她 有什麼要求我都滿足 我都來做 只是最後結果不是她所想 我當時就想好好過日子 你真的想好好過日子嗎 嗯 其實我覺得正相反 你真的不想好好過日子 是我的問題是吧 你知道我聽了你所有的故事 不論是你付出的金錢 你付出的情感 你所有的這些事情 會讓我對你有一個印象 我覺得你不愛自己 你不愛自己所有的一切 不愛自己的尊嚴 不愛自己的情感 不愛自己的財富 你不愛自己的身體 不愛自己的生命 你似乎只愛另一個人 這個人似乎就成了你所有的生命 他比你自己都顯得重要 對 為什麼會是這樣 你想過嗎 你說對了 全對了 難道你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幸福 自己的快樂 你自己的情感 難道不比另一個人 要來得更重要嗎 你問過自己這個問題嗎 這件事發生之後 我其實差一點死掉了 真的 所以其實你連自己的生命 都可以放棄 是的 被你說中了 真是這樣子的 就是生活過到今天 自己接受不了這種結果 你讓自己親其所有 就耗費在這樣一個 錯綜複雜的關係當中 當然任何人都接受不了 這種結果 按你老實說的是 親其所有 其實是負債累累 不是說我碗裡有一塊肉 我就扔出去了 是我什麼都沒有 我到別家去見來 然後我再來給你 我餵給你吃 比親其所有還可怕 負債累累 是的 是負債累累 為了讓金女士 卸下心理的重負 心理專家決定 為她策劃一場心理劇 讓金女士 在心理上做一次告別 羈押在她心頭 長時間的苦楚 最終能順利解除嗎